我今天會用一條質魚去拿湯 另外有條桂花, 我會起片 待會可以搶來吃 另外有條羊頸骨 羊頸骨很好吃 煮出來的湯很鮮 搭了一些腩肉 令味道更加豐富 最重要是羊一定要用冷水去穿水 把腥味露出 加幾片薑和這些… 大蔥露味的 加上紹興酒 是 有很多的, 真是要劈腥味 那邊等它煮滾 途中我先起魚片 好 有一條桂花魚 是 在這裡可以一刀尾的位置 切一刀, 半隻切下去 這個最安逸, 上的口肉 又可以貼著骨子這樣起 沒錯 轉成一模 起了 桂魚 這裡真的要頂爺幫忙, 剁剁它 好 阿蓮, 你知道什麼事了 非反應 好, 不用來做的 好, 切回這邊 待會有很多泡泡面 開始, 入了 泡必須要撈乾淨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裡面的髒東西 血水、腥味 這些是要回來的水 不要的了 要, 為什麼不撈乾淨呢? 因為它會走過來, 熟 熟了 不斷地撈 出極度也有 對, 所以真的要撈乾淨 放進去 滾水, 關火 撈起的樣子, 洗乾淨 先沖涼 對 骯髒的東西洗乾淨 在這裡的滾水 少半鍋 在這裡裡面我還要加大蔥 加多一點薑 另外蘿蔔, 拿一個甜味 弄得一整年, 真是的 沒事… 我還要替蘿蔔買得漂亮 有汁, 知道嗎? 不是怎樣弄出來嗎? 是 可以留一點, 我必須有用的 這裡我們慢慢用火 煮一小時 羊湯已經在煮 我們開始熱了黃煎魚 這口湯我想不碰 是… 煎魚的時候, 不要太心急 打算煎黃了兩邊就算了 其實真的要煎熟 令裡面不要再有血水 它就不會有腥味 煎魚以後不需要放薑 煎魚, 稍微一點 對…不要太早 第一時間放薑 那條魚的香味, 讓薑煎熟 煎熟才放薑 蒸魚也是, 我也不喜歡放薑 是嗎? 新鮮油水的魚, 不需要放薑 加少許鹽, 待會撞得特別鮮 好, 又學到東西了 差不多了, 撞下去 我撞下去嗎? 是 大火, 撞下去了 好, 倒了… 好 少許不甜也會辣 馬上就變成蛋了 對 馬上就很快 蓋蓋蓋 好, 更加快 在這裡大概煮五分鐘左右 把魚片蓋上雙飛 斜片切, 別切到最後 切第二刀之後切斷 切這些很限, 切斷 很簡單 是 好, 我們先看看魚 也是吧? 對, 很白 對 我們可以把它移絲到羊肉湯 是…放得… 炳爺很男人, 不是 我做也是這樣的 是, 你現在明白 蓋過來了 是 我們調一下中大火 再煮二十分鐘 好了, 這時候醃了桂花魚 胡椒粉 糖, 很重要 鹽 鹽, 豆粉 太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油芋下來 拌一下 這裡輕輕醃幾分鐘 魚羊鮮除了湯之外 還有一些是湯菜 是 我要一點點的尖醬 我吃骨醬, 我不要尖醬 是, 尖醬 這炸了很多配料, 這個醬 對, 就是要它的野味 我們有些大蔥 薑絲, 芫荽碎 辣椒絲, 乾蔥 熟的蒜, 熟的蔥 熟的蔥 熟的蒜 熟的蒜 糖要多加一點 這裡有些蒸魚、豉油 還有一個熟油軒 油煮了之後, 炸下去 對, 馬上滷入香 馬上湧上來 好, 這時候先看看湯煎 你看它的奶白到的程度 把它隔開 米哥, 有一樣東西很好 何時都是堅持自己 做什麼是自己做的 在家裡沒有工人 你不是的 是嗎? 對 好, 可以把渣子倒進去 這塊羊腩即是軟軟的 好, 我們再煮熱這個湯 有些白芙, 把它切一切 白芙配上魚湯 很好吃的… 很鮮甜 先把菇腿放進去 是 蓋上火, 蓋上一點 剛才還有一塊蘿蔔 把它切成片 因為剛才的湯煮得差不多了 蘿蔔味這麼重 如果這樣加了, 新鮮的蘿蔔的香味 好, 放這些, 先放進去 我切去, 又撕 這樣就很快可以熟了 好, 我們把蘿蔔絲加進去 輕大一點火 好 這個時候我們也需要調味 剛才有一點點的鹽 我們再加少許, 還有胡椒粉 要多一點點的 這個一定要 對, 蒸水 蒸水 試一試味 好 很棒 會跳舞的 好, 這個時候我們把魚片 放進去, 放進去 魚片 放進去 不會那麼熱 如果倒進去, 會混亂了 對, 找到, 再滾起來 滾起來之後呢 這些很短時間就可以了 二十秒就可以了 羊肉怎麼樣? 待會都會切片 你切什麼片?我替你切 好, 薄片 對, 先切好了 麗不切 對, 一放進去就懂得要 對, 放進去後 對, 應該先放進去 差不多了, 再放進去熟 原來切出來這麼多 對, 我覺得好像不夠吃 我們要把它倒進去 加湯之後, 把羊肉放在邊 有些麗在裡面放在邊 好… 現在我們把桂花魚片放在上面 很漂亮… 最後我們有些大蔥鮮 芫荽, 辣椒鮮 魚羊鮮 那就是完成了 太好了… 太好了… … 你就會叫做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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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